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变非常冷 这种冷的天气 如果觉得人会比较室温的话 其实我们全身衣服都包起来啦 会室温其实是头部跟脖子 脖子当然要找黄柏昌 跟他要黄柏昌要一个微脖子的 叫 薄 微 或叫微薄 都有人叫 就微脖子的围巾 那头上好的话就戴个帽子 当然黄柏昌也有送帽子 帽子的价格比较高 他要不要继续送被人家空宿以后 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各位朋友 下雨天的好处就是空污 感觉会好一点点 高雄市现在规定啊 就是秋天跟冬天各学校不能办运动会 运动会会喘得比较厉害 你就呼吸更多的张空气 高雄市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惊人的表现啊 我们怎么会不尊敬支持花妈呢 上个礼拜的花样是什么 高雄市三个月做捷印做公车 公共运输通通不用钱 鼓励大家做公共运输不要自己开车 不错 我觉得都蛮有创意的 以后每个礼拜都来一个跟空污有关的 老百姓就会感谢花妈 空污谁造成了 你说啊 因为中共啦 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 是吗 那过去马政府只在 中共就在啊 为什么你执政中共就故意把 废气一直放过来吗 他放一台大吹风机把它吹过来吗 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就是 政府是这场后害的最大元凶 你今天如果看到空气看到环境受这样的迫害 其实是应该很愤怒 但是蔡政府为什么有恃无恐 因为环保团体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是蔡英文的走狗 是民进党的爪牙 一向就这样啊 很多人说 那个桃园那个藻礁 现在怎么样 现在准备要忙干了 告诉你 藻礁算什么 先把所有的皮糖 各位知道 我们桃园 我是最能够体会桃园的 从空中看桃园之美 因为我一年大概 飞机要坐数十趟 金门跟台北 我们的飞机都 金门飞到台中 在沿着这个海岸 往北开啊 所以我都能够看到 台中以北的 台中以北的空中的那个 我是 一年要看过几十次啊 真的是这样 哪里最美 我告诉各位 桃园最美 桃园的海岸 那边很漂亮 我无意中 收其他地方不美 而是桃园更美 他美在哪里 美在整个桃园市 他有非常多的 这种小的池塘 你飞机飞过 就下面变成一块一块 小珍珠你知道 或者是你到教堂里面 那种砍玻璃 一块一块的 天光隐隐共徘徊 各位我讲的是真的是 就这样看过来 就是他的小池塘 就是我们称为皮啊 皮糖 皮就是土字旁 在一个碑类 碑比的碑 台北有一个站叫后山皮啊 那 这主要是台语放过来 叫皮啦 叫皮啦 大皮啦 大皮就是大池塘 七星皮 七星皮 就是台北一个大的水塘 那 大皮 大皮 其实是很多人 对桃园的印象 可是 我们看到 他现在 要用来 把水把它放干 然后 上面再擦上 他的太阳人 的用具 然后说要做太阳人 各位你看了 看了真是会令人法子啊 你看前天的联合晚报头条 头版 他只放那张照片 你看了你就非常愤怒 我们把这个池塘的水放光 然后为了蔡英文要做光电 为什么 因为他要改善空污 为了一个缓和 然后牺牲台湾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样 牺牲你的肺 然后牺牲最美丽的景观 桃园 两千多个的这样的 皮糖 你看了会非常愤怒啊 但是你愤怒没有用 因为环保团体 百分之99.99999 是他的走狗 他们不会出来讲话 台湾的环保团体 是最不要脸的 他们最大的本事 就是跟政府拿钱 然后去挺 立社 他们是立社的走狗 从来就是这样 其他的 社宴团体也 不遑都让 台湾其实最不要脸 就是那些团体 我只要刮个团体的名字 我去 我出来弄一弄 只要国民党执政 我去帮民进党 民党执政以后 我就有好处拿 就这样啊 各位 中正纪念堂 大家想说会改名 还没讨论 促转条例还没够 要大家来讨论啊 讨论是一个会议啊 这个会议 总要要有人去主办啊 谁主办 卧槽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很多人讲 哇好高名喔 对啊 有钱拿啊 不是有钱拿吗 所以所有这些什么 摄影团体 什么每天 喊得正天驾想 他们知道 反正搞一搞 最后就是有钱 大家都在搞钱啊 所以你看到 这些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奇怪啊 但是最后有些事情 会爆出来 很多事情是不会爆出来的 对不对 爆出来事 为什么会爆出来 爆出来会爆出来喔 我告诉你 他们会爆出来是因为分账不惊 或者觉得别人拿太多 所以很多事情就会被爆料 那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台湾看到最大的情况 所以你说 欸清户案怎么会被爆出来 清户案为什么会被爆出来 又有人拿太多啊 所以就拼拼爆啊 那爆当然 就要有很多东西你看了 觉得说不可思议啊 怎么有人敢这样干 是 有人就敢这样干 那他们 做这个是为了什么 做这个 当然你就可以看到 分账不惊吓的话 有些东西就慢慢的呈现了 今天上午 在立法院有场会啊 这场会就黄国昌 他现在要被人家罢免 所以他现在装作就很勤快 每天开记者会 每天开记者会 那开记者会讲什么呢 他今天讲的是清户案 清户案 他今天出来指控谁 指控就是前金管会的主委 李瑞昌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哦 各位 你如果去讲这些 你会觉得说 奇怪 他们不是都是利盈吗 利盈里面也有分啊 李瑞昌过去在高雄是比照 比较清謝系 因为前市长是谢昌鼎 那他重用李瑞昌 可是重用了以后 很多人觉得说 那这样好像不太公平 其他派系怎么办 不会 其实执政大家都会执政到 所以 你轮到了以后 最想最先强 想到的你要干嘛 因为你可能执政不 或者你在位 有这个重要的位置 你可能不会太久啊 你可能只能干个两年三年 所以 所以 钱力在手 不用集会 不用就做会了 那你在手要怎么办 钱力在手 你要想方式啊 让我的好朋友 我的亲戚大家获得好处 像蔡英文一样 蔡英文的亲戚都当高官了 当高官你有这个位置 你就很容易 再把 我手上的东西 补助帮助我的朋友 亲戚 就这样啊 所以你应援可以 跟图景德讲 我哪意义给你 你去做空污的改善 嘉一又不是 又不是空污最严重的 为什么不拿去给台中 帮你的好友林佳龙 不行 林佳龙是不同派系的 对对 不同派系啊 那你为什么不拿去给潘孟安 潘孟安不行 潘孟安新潮流 花妈也是新潮流 新潮流跟我李应元 李应元我是谢系啊 我是谢唐廷的系统 各位 大家在讲谢系 你知道谢系怎么分布嘛 谢唐廷是头头 第二 二把手是叶吉兰 第三是李应元 各位你要知道什么叫谢系 那下来就是谢唐廷 还有卓龙泰 卓龙泰是谢唐廷的大弟子 然后赵天宁 管碧玲 就这些都叫谢系 各位知道 你有时候看新闻 要看懂他们里面的关系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黄国昌爆料 黄国昌怎么爆料呢 他今天讲 他说 金管会的前主委李瑞昌 今年的1月3号 竟然召开了一个协调会 这个协调会 在帮庆富跟银行要钱 而且要到了 怎么讲呢 他讲完以后 他就跑去台北地点署剪辑 郭昌老师你看 大家罢免我还是很认真在 在做我立委的事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要爆点黄国昌 你看这么认真的立委啊 然后他怎么讲呢 他讲啊 这个 列雷劍 列雷劍352亿9千万 那联合贷款由第一银行做主要的银行 第一银行 联合这些银行 总共先给庆富是多少钱 205亿 他们没有担保 就是因为我跟政府 签约嘛 我标到了雷雷劍 就只有这样而已 然后我有国际的厂商 要跟我合作一起来做 就这样 就只有凭证这样 那凭这样就拿到205亿吗 没有 里面合的银行还有规定 就是你要有备偿金 那合约规定 你如果额度在150亿以下 你要提升20%的备偿金 就说万一你把我亏了 我至少还可以拿到20% 这样懂了吧 在150亿以下 要提升20%的备偿金 超过150亿 要百分之百备偿金 那让你看到了 目前喔 205亿喔 庆富已经拿去用了多少钱呢 145亿 快接近150亿了 对不对 那145亿庆富要缴多少呢 提升20%嘛 所以他应该缴34亿啊 那结果去查 他们有一本专用的 一个账户啊 从这账户去查只有29亿 那中间差的5亿到哪里呢 他说喔 黄国昌说喔 他去查喔 发现说 哎呀 今年1月喔 突然銀行团 把这个受信的条件啊 把它改变了 然后就退还了 5.5亿给庆富集团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喔 原来今年的1月3号啊 下午4点 为什么要讲这么斬经解铁 因为有公文嘛 有会议记录嘛 今年1月3号下午4点 你看一勾个人啊 就赶快来了 李瑞昌就在金管会的主委是 主持了 庆富陈情金管会协助资金 周转事宜的会议 然后参加的人包括 银行级的副局长 庄秀媛 科长张世昌 还有庆富的 邵东 副董事长叫陈伟志 陈伟志就是爆出录音的那个 说我去总统府赚一赚钱就到手了 还有金管会 金管会就是李瑞昌主持 银行级副局长庄秀媛 科长张世昌 然后庆富的陈伟志 还有庆富的资深副总 黄存芝 这公文今天在记者会 会议记录 黄国昌拿出来 他说庆富在会中 他说金方的副管延迟 那结果呢 害我们资金就造成了缺口 黄国昌说这句话就是谎话嘛 为什么 因为12月 去年的12月 海津就提早给了24亿 这两三个礼拜 大家在骂就在骂这个 前天海津总司令 黄曙光会被高雄地检署传去啊 对不对 就在炒这个啊 那你7年12月你就拿到了 提早拿到了24亿 你既然在会中 今年1月3号仿称说 金方沿路付款 害我们有资金窃口 所以这是不对的 那他这样讲 他说 所以金管会 我们需要金管会去协助协调 银行团 变更塑星的条件 然后呢 金管会就具体的提供处理方式 他们要庆户喔 跟银行团申请 把 那时候的两层备偿款 我刚讲150亿 要有备偿款 百分之二十 以上呢 要百分之百 那现在 金管会就跟 要庆户跟银行团申请 就是说 你把 兩层备偿款 改为 到单时 争取 两层备偿款 就是 我们这个单子到的时候 开始算 那 如果这样的话 你大概可以起为5.4亿 你大概可以起为5.4亿 李锐昌 副主委 陈真茂 第一银行 说 請求 变更 受信条件 第一银行也马上 跟所有银行联系 马上就同意了 那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就退还 5.5亿给庆益 庆付 各位 这就是整个过程 有公文 有会议记录为证 各位 他为什么会有公文 各位你要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有公文 黄国昌现在要罢免 民进党想方 设法要救他 怎么救他呢 让习永明去表演 哎呀我们也是跟劳工 站一块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觉得时代力量好 好威风 一站站12个小时 你看 都捍卫劳工权力 然后青年学生大家相挺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习永明是立法院的党团 总召集人 黄国昌是党主席 时代力量主要与他们 他们两个为主 然后你就看到了 时代力量总共有五个立委 第三个就洪池庸 第四个就连藏走 那个只会唱歌 闪兵的那个 什么叫闪兵 就想方设法 找借口不去当兵 那个叫连藏走 第五个就原住民 高禄已用 就是一个原住民 那个是不分期 总共就五个 他们不分期两个 就是原住民跟西 啊 跟 跟那个 跟他们的总召啊 徐永明啊 那你今天看到了 黄国昌拿出的这东西 是金管会的 机密资料耶 他怎么会有 又尽管会有人给他啊 各位看懂了吧 那我让你去表演 哇你每天就是一个很有正义形象 黄国昌等于说 是阿扁当台北市长之前的 陈水扁立委 立法院第一名的立委 对不对 我给你这些材料 那一以两吃 怎么两吃呢 第一个 塑造你专业立委 打币追求正义的形象 第二个呢 打击 党内不同拍戏的 前 金管会主委李瑞昌 谢系 各位看懂了吧 金管会现在是谁当家 金管会现在是谁当家 顾立雄 顾公公 顾公公 好厉害喔 台湾第一名的大律师耶 我跟他交手过耶 他的委托人委托他来告我耶 当然官司已经了结了 小董不想在官司多手着墓 就说各位如果上网去看 小董那场官司 大概打了三四年 也是很累啦 但是没关系 就是顾立雄 所以我对他是很熟悉的 金管会的公文怎么会出来 为什么会到黄国昌手上 我不知道追究什么责任 待会我告诉你 我直接的判断 当然故意拿给黄国昌 所以黄国昌拿到了 然后让他扮演一个战神 正义之神 各位你可以看到吧 台湾的神喔 不管你是赖神 或者科匹的科神 或者战神 这些神喔 这些神喔 最大的本事就是 装神就会弄鬼啊 那塑造出来的 你如果看 李瑞湯 上次被废宏泰爆料很生气 绝对没有 只添花式 但是 赶快出来讲啊 你怎么要去帮庆户呢 出来讲啊 李瑞湯以前是高雄银行 财政局长 高雄银行董事长 高雄市财政局长 大受谢长廷市长那时候的重用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 他当然依旧有位置嘛 他在顾立雄之前 张金管会主委 那他做了这样的指示 代表新金管会的立场啊 对不对 好那现在出来讲啊 出来讲嘛 不要走 马上回来你不要走开 欢迎小董说新闻说真话 我有时候看喔 很多人就是 睁眼睛说下话 蔡英文在通过了这个 劳基法修正案 后马上 弄 促转 那个 转型正义 促转条例 我们称为促转法 促进转型正义 蔡英文用的话是什么话 她说我这个不是在清算 我是在和解 你听了这吐血 一个这么不要脸的总统 她你这个是清算到已经无以复加的 转型正义要从什么时候转 她里面明定 就是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号开始 到民国八十年 解业 那个 动员看乱结束 这段时间全部是国民党执政 等于说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开始算 开始算 那这个针对性是很强了吧 就只有国民党 就只有国民党 日本人前面的不算 那后面呢 后面也不算 后面民进党执政 阿扁执政 李登辉执政 通常不算 他们那时候有很多事情也不争议阿 那 那为什么不算 因为我就要清算国民党 我清算国民党 我用最 最违宪的手段阿 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是违宪的 可是我还要讲是和解阿 真是不要脸到极点阿 什么叫垃圾 蔡英文就是垃圾 什么叫卑劣小人 赖清德就是卑劣小人 因为我每次想到赖清德跑去邱毅的 邱毅坐牢的时候 他趁他不在 跑去踩他的原被 我就觉得这个人 臥臭到 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 赖清德 什么功德 不要脸到极点阿 各位想想看嘛 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卑劣到这种地步 今天有民调说 阿赖清德本来六成民调 剩四成六 那假的啦 哪有四成六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在写新闻 不是说你讲什么 我就信什么 你讲什么我会写什么 但是我会再写一篇特稿来批评你 小董 现在在做评论的 我都是把 今天的新闻看一看 我做的评论就是我的特稿 新闻我不必去跑啦 但是 我现在所有的 就跟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特稿 我做评论 为什么评论 蔡英文讲 我在和解 我也只能写他 总统表示说 这不是在清算在和解 对不对 但是我下面一定要写一个特稿 你在讲讲什么话 我不要讲 现在 过去很多人讲 有一种 肚子里面放出来一种气 用那个字 我觉得不咬 我不要用 可是最近 这个字用的 已经比较少了 现在变成大家喜欢 我不是讲 三国时候 有个人 叫蒋干嘛 秦英会蒋干重记嘛 蒋干很会画画 所以大家讲说 哎呀现在都流行蒋干话 那现在变成 过去那种 肚子里面放出来的气文 说什么话 现在变成是蒋干 画画 蒋干话 你讲这些 现在有人讲说 中央健健康会被那个 习郭 习郭勇是 刑战法人马上骂 不要挑起对立 是谁在对立啊 是你通过这个法律 要跟人家对立耶 你这法律是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你有 威钱 时代的东西 我可以派公务员去 你那个地方 要求 你拿出来交给政府 不必经购检察官法官啊 各位你知道他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金正恩啊 叫警总 懂不懂 我家里有一件 东西 他知道我家有一个东西 可能是我爷爷写的日记啊 我那时候 跟蒋介石 从大陆来 我爷爷就写日记啊 每天写 啊里面有记载一段 诶 我促转 促转会 以后会有个单位叫促转会喔 促 因为我 我四字不多啦 我认识的促只有一个 促生的促是不是 促转会 促生在怎么转还是促生 但是 我要去促转会将来之后 哎呀 某某人 你爷爷过去喔 跟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 那时候你可能当了一个 一个少 少位的金官 中校的金官 所以你 知道一些事情 你写在日记 那本日记 要交给政府 无条件交给政府 你不交我们可以到你家去搜索去拿 各位 你想 这是什么 这样的政府 这规定在法律耶 是谁在弄对立 是谁在弄对立 然后徐克合说 你们不要挑起仇恨 挑起对立 各位看 是谁在挑起啊 今天政府 带头搞对立 带头搞仇恨 然后蔡英文说 我们这个叫和解 你不要脸 什么叫和解 你想想看嘛 你做了动作 今天有个小偷到人家家里偷了东西 被抓到了 哎呀这个 这个人家里太有钱了 我帮他花钱了 花钱帮他消灾啊 变成是好事啊 可是可以这样讲吗 你今天要整肃别人 要斗争别人 说我在 我在跟他和解 可以吗 你今天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今天你可以看到什么叫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民进党就是台湾最不要脸的党 就这样啊 各位朋友 然后前台有多少 中正路 多少硬币 都跟中正有关 对不对 多少学校 都叫中正 他讲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哎呀过去蒋介石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你们不了解 一个人哦 官当大了 下面有人 有人会去奉神 所以蒋介石用人的问题 我平时来讲 对不对 但是蒋介石那时候是住在台北 各位 讲台北哦 新闻 我第一名没有人 没有人有意义啊 你可以去问你认识的 跑过台北市的记者 没有人 跑台北市可以超过小董 我讲的就是前威啊 为什么前威 因为我会访问很多人嘛 台北过去没有中正路耶 各位你说 哎小董你弄错了 士林就有一条 你们懂什么 士林 北投内湖南港 木榨景美 这六个七啊 是民国五十六年才化入台北市的 蒋介石三十八年就来了 最威前的就是民国 三十八年到五十年左右 各位我讲这个很客观嘛 以前台北市没有中正路了 台北后来很多路 就用大陆的县市来启明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你到台北看到都 包括民进党 民进党中央党部设在哪里 北平东路啊 全世界 北平只有台北有 中国大陆都没有 中国大陆叫北京啊 你知道吗 国民政府叫北平 所以那边叫北平东路 各位 啊你北平东路 我不要讲北平东路 我告诉你 后来台北认为说 我们靠这些小路 做一个大都会是不行 他们就开了几条大路 这大路叫征收 就要去盖 那个时代征收 比较好征收 所以你看台北市 你看台北市 东西巷的 就是你把它想西门町到内湖这个方向 它最主要的大路是什么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对不对 这几条是最大的路 我们现在捷印开都是开这里 那往后呢 当然就是民主民权民生 南京东路 民主民权民生 各位 这就是它东西巷的路 最主要大路就是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相开 然后后车站就比较忙开 就是从南京东路 你不要跟小董争执 因为我路很熟悉 小路我不讲 我都讲大路 那南北巷呢 从四林北投那边来的 就是原来的淡水线 捷印淡水线 最大的路是什么 当然中山北路 中山南路 对不对 中山南北路 下来就沿到螺丝湖路 对不对 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南北 那当然中间有 什么敦化南路 復兴南路 建国南路 这些都是比较后来色的 各位小董对这个非常熟悉吧 我要告诉各位 蒋介石 蒋介石大概民国五十几年以后 身体就不好 六十四年够四 那时候下面的人 因为他住台北 他每天总统府 经过中山北路 前面行政宴 对不对 要到火车站 他每天经过那里 原来的 中校东路 是 启明中正路 你知道吗 中校东路 那我们那时候四条大路 中校仁耐 信力和平 盖了以后 蒋介石有一天 车子开过 我讲了绝对前卫 开过说 这里怎么有条中正路 人家就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四条大路就这样 他说 那后面 他当然他自己也 别人帮他开车他也不知道 他说 这边就是 下来就仁耐 信力和平 所以我们总统府出来就是仁耐路 那时候叫陆金总司令部 就在总统府 就是现在中正经县堂以前是陆金总司令部 他说 他的旁边那一条就叫信力路 那再往 往古庭方向那个和平路 蒋介石说 那怎么没有 那怎么没有 有忍耐信力和平 怎么没有忠孝 不行 把中正路 给我改为 忠孝 忠孝路 所以我们现在有忠孝东西路 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不忠不孝 蒋介石这样讲 我告诉各位 我讲的百分之百为真 蒋介石把自己的中正路把它弃掉 你知道吗 你说他自己很喜欢到处 名字都起中正路 有没有这样 我觉得也不尽然啦 因为你 他过去在中国大陆掌钱的时候 中正路中山路也是到处有啦 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 那些中山路还保留的啦 中正路当然被取消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尊敬孙中山的嘛 革命的先行者嘛 蒋介石的名字当然要把它取掉 他们把蒋介石的中正路取掉 都改名叫解放路嘛 各位 我讲这个大家就懂了吧 所以 谁在制造对立 民进党在制造对立啊 我能够给你越对立 对我越好 为什么 因为我执政不利啊 你们每天吵清乎案 吃啊清乎都民进党那些人在哪好处啊 为什么 为什么都是高雄帮的 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伙的啊 对不对 你以为陈庆兰跟谁交好 当然跟民进党啊 民进党谁在那里执政过他就帮他交好啊 不是吗 谁帮他瞧土地 当然是成吉的哀将啊 这些 怕你知道啊 马上回来 你知道蔡英文昨天为什么出来 开记者会 因为 风传媒的董事长叫王健壮 以前我在中时的老长官 当过中国时报社长总编辑的 过去啊 他在中时 他当然没有直接带过我啦 那 他前几天啊 在联合报的名人堂 写一篇文章 说一个总统啊 只会躲在脸书后面 一粒一休 你躲在脸书 讲东讲西 然后怎么样都躲在脸书 他就很不屑啊 王健壮是个老记者 那蔡英文大概有看到了 觉得哎呀 这样被人骂 所以 他昨天就出来了 表示说 我不是躲在脸书 我有肉脸啊 脸书是躲在后面 叫做脸书啊 蔡英文表示我有肉脸 其实不要肉脸 你要肉脸 就要出来开记者会 让记者提问 对不对 这个才是 才是真的嘛 你今天只是出来先读 那你干嘛 你金正恩啊 你跟金正恩有何不同 对不对 你要出来讲 你就开记者会 让记者提问 问到宝 就像马航九过去这样 马航九我就让你问到宝 你有什么问题我就答 蔡英文不敢 他先躲在脸书 后来被王健壮骂了以后 怯生生的出来说 我露脸了 我露脸了 不要你露脸啊 我要太阳公公露脸 我要你露脸干嘛 你不要脸啊 你露 我真的讲 挑起仇恨就是他们 但是你看 我们台湾社会 看这么多的事情 你会觉得非常好笑 为什么好笑呢 因为蔡英文讲了以后 哇 然后下面就好像有些反应了 但是 我在疯传媒看了 文章倒不是要讲蔡英文这个事啊 我在疯传媒看到 罗志强写了一篇文章 他骂台北地点署 说你是带风 走狗署 带风向的走狗署 现在小强越来越强了 因为罗志强号称要选台北市长 现在蒋万安也被提名 也被人家提出来 盯手中 对不对 就好多人了 那 其实都是不错的 因为我 我都认识蛮久的 都是不错的 因为你如果跟他拿来跟柯P比 那柯P跟人家不能比 柯P就是一个烂泥巴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嘴巴在讲 譬如说柯P这几天讲 我们那个违贱怎么样 你还好意思讲违贱吗 柯P三年前你怎么讲违贱 柯文哲一上那时候 狼港有个人被烧死 他就说 我要开始拆违贱 然后要求违贱什么 你如果违贱有三间 最好把我改成两间 那逻辑在哪里 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 你本来偷我 八百块 现在改偷七百块 我觉得好像比他好一点 就这样 违贱就是违贱 一个皇子违贱 我们会认为违贱有问题 第一个可能容易起后 第二个可能结构不稳定 很容易倒塌 一个地震来 对不对 那一个皇子 一个违贱 有三间跟两间 哪一间比较稳固 请你告诉我 当然是三间比较稳固 因为他多了一个墙嘛 至少多一个墙 可以撑住他的天花板 对不对 屋顶嘛 对不对 如果火烧起来 哪一个比较安全 当然是三间啊 又隔开啦 你如果两间 或变成一间 一下就烧到了 至少那个墙 还可以抵挡一阵 对不对 小董讲是常事 所以柯文哲 这个人啊 他应该去买衣服 讲干的话 讲干的话 你讲这完全没常事 柯文哲那时候号称 我猜违贱 三年前 他讲一句名言 各位可以上网 柯文哲说 违贱根本就是国耻 台北市民显出 柯文哲才是国耻 台湾人显出 蔡英文才是国耻 各位可以看嘛 我小董讲新闻 都是用对照的 三年前他说 我拆了226戶 这226戶 后来 几乎都盖回来了 盖回来以后 你要进来 我不给你进来 现在大家谁聪明了 你去跟法院拿搜索票 说要检查我 有没有违禁 以前不知道啊 以前被你骗啊 一个政府官员 是不能随便到老百姓家里 除非你有搜索票 不管你是多大的人 对不对 搜索票要法院 要法官同意 你去跟法官申请说 我要看他家有没有违禁 法官不会理你 不可能给你嘛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民国我对市政的了解 的熟悉啊 那是不得了 我真的敢这样讲 我们现在106年 柯文哲当市长第三年 对不对 民国104年 105年 106年 这三年台北有多少违禁 被拆 各位 我讲的是被拆哦 现在台北的违禁有八万多户 我对违禁是很了解的 那新北市有十二万多户 第一名 第二名不是台北 高雄 高雄 高雄有十万多户 新北第一名高雄第二 台北第三 下来就台中 台中第四 有六万多户 各位 我对违禁很了解 柯文哲那时候一讲 哇 大家的响应啊 哇 你看柯P果然一上人就不一样 他出一张嘴巴啦 我们104年到106年的违禁 猜了有多少呢 台北市 一千两百十七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变七百零六 啊结果一百零六年呢 六百九十三 结果呢 猜呢 猜多少 嘴巴讲要猜啊 累出来 一二五七的只猜了八百多户 七百零六的一百零五年 猜了三百四十一户 我都有 我都有数据啊 很精准的数据 因为你想到 我连个位数都知道嘛 那一百零六年到目前为止啊 他现在查货 说要猜的有六百三十九 六百九十三户喔 他现在猜了多少户 猜了两百三十二户 各位 我我我可以讲我撩路指掌啊 就这样 那你看到 台北的维建 柯文哲嘴巴讲 要猜 越猜越多 不是吗 他就是越猜 猜了越多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柯文哲嘴巴講狗词 笑死人 但什么是狗词 司法才是狗词 樓志强写这篇文章 讲哪里呢 说你北俭齁 戴风 为什么要讲戴风 你在戴风向 因为他们昨天发出了 昨天的媒体啊 礼拜三 你知道那几家周刊 他们就会 就会有东西就出来啊 就说他们有马英九 不利的政绩啊 他们查山中案 有对马英九 非常不利的录音带 录音带又来了 录音带哪去交给邱毅盈嘛 你这什么台北地点署 柯正强骂他是戴风走狗属 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陈昌文写一篇 说你真信一个马英九这样的人 他自案 你真信了十四个半小时 然后讲东讲西什么都没有 他就骂陈昌文 说你是律师哦 陈昌文也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陈教授 你是律师哦 律师的伦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台北地点署 好意思去讲这些什么伦理 台北地点署 最让人家看不起的就是看颜色办案啊 起诉马英九泄密 结果一审马英九判儒罪 这些人关照身啊 大家都知道我只要奉承民进党 马英九判儒罪无所谓啊 我就是要整他而已啊 让他天天跑法院 我知道他会判儒罪啊 我来整他啊 对不对 台北地点署就这样啊 检察官周世宜 梁光中 邓巧玲 曾阳领 刘怡 李廷 陈家秀 陈家秀 陈家秀跟周世宜是主任检察官 周世宜9年前 因为 把证人的证词把它变更 起诉马英九贪污案 结果被马英九告 怀恨在心怀恨久连 这一次又带领这个团队再把马英九起诉 就这样合理吗 就这样合理吗 各位朋友 诶 我检察官谁敢告我 我结上娘子 周世宜 我叫董志森 我的住址 罗斯福路二段一百零二号 二十六楼 周世宜 九年前 你把证人 人家讲没有你讲有 然后把马英九贪入罪起诉 今天如果是一个老百姓 去围造政绩 或者围造文书 是什么罪啊 各位想想 是什么罪 何况我今天 罗斯的这个罪是要起诉一个叫马英九的台北市长 结果他们通通没事啊 有天理吗 带风走口署 还客气耶 台北地前署 跟高雄地前署 现在谁都在比赛 谁比较 懂得去奉承力赢 谁都在比赛脸皮 看谁比较 比较敢 高雄地前署 那这回疑所是已经方腔左板了 那个哪叫检察官 检察官可能你认为在家里是荣耀 你回家不要告诉你小孩你是检察官 丢脸丢死了 今天谢谢收听